摩納哥國王阿爾貝二世近日確診感染中共病毒 他是首位確診感染的國家元首 在其執政期間曾10次訪華與中共十分親近 2019年3月24日 摩納哥國王阿爾貝二世接待來訪的習近平 表示兩國擁有多年友好關係及經貿往來 在多方面達成共識 摩納哥有意參與中共的一帶一路 北京稱其為中歐合作的先行者和典範 阿爾貝二世還是摩納哥遊艇俱樂部主席 曾親自為完成一帶一路翻船航行的郭川 頒發俱樂部年度突破獎 中共的一帶一路被國際社會認為是在全球滲透、擴張 且具有軍事目的 據報2018年摩納哥還與華為簽署協議 成為首個5G覆蓋全球的國家 華為背接有中共軍方背景 其設備裝有後門 可竊取客戶數據 為中共政府收集情報 威脅國家安全 外界注意到 中共病毒疫情爆發以來 伊朗、意大利等親共國家成為重災區 疫情正隨一帶一路關係傳播開來 《大紀元》文章《病毒針對共產黨而來》指出 脫離和拒絕中共才能遠敵瘟疫 新唐人記者言希綜合報導 《病毒針對共產黨而來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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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油士 pinch兀活怒